在游戏中,辅助分为肉坦和软斧两种类型。 对于肉坦辅助,很多人不是很热衷,软斧占了绝大多数。 当然,软斧有软斧的优势,在会玩的人手中有carry的可能,而不会玩的就会非常坑。 所以在一些对局中,有些辅助就变得非常不稳定,在敌方阵营中会让自己很不安, 在几方阵容中还不太想要,两方都嫌弃,下面一起来看看这类辅助都有谁吧。 姚的操作不难,但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辅助,大招架护盾总是让你没办法收割,关键时候杀不死人。 而在几方阵容中就会觉得姚这个英雄太混了,只会附在队友身上,什么也干不了。 一直以来,姜子牙都是演员的代名词,其实这算是误导,姜子牙可以说是前期最强的辅助, 如果前期能带好节奏,很容易就能打崩对面,但是一旦节奏断倒,姜子牙就没什么用了, 所以非常不稳定,一般玩家不希望队友拿,但是也非常讨厌敌方拿。 庄州一直被大家认为是混子的代名词,他不怕控制,也不容易死,小混KDA绝对是最佳英雄。 庄州是一个双方都比较烦的英雄,关键团阵的两秒免控,堪称无敌,但平时只能蹭蹭助攻,开不了团。 队友会觉得,选个鱼有什么用,而敌方会觉得这鱼太烦了,这是最真实的写照。 不知道大家觉得还有哪些辅助是被双方嫌弃的吗? 欢迎大家留言补充。